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70年 在陕西西安南郊一个叫何家村的地方 一批珍贵的唐代金银器重见天日 宝器一经出土便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作为唐王朝的都城 西安以往所出土的唐代食物非常有限 而且大部分是陵墓中的陪葬品 真正带有唐王朝生活气息的生活器具少之又少 这批珍贵的宝物 被证实大部分属于圣唐时期的宫廷器物 数量之多 种类之丰富 做工之精美 令人震撼 这为人们了解圣唐走进那个辉煌而绚烂的时代 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 一直从事唐代金银器的研究工作 何家村仪宝是研究唐代金银器最重要的一批文物 齐教授回忆 当他开始接触到何家村仪宝后 这批宝物便如同一个巨大的诱惑 深深吸引着他 自此以后 齐东方教授便与何家村仪宝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研究探索追寻 只为探究出宝物背后的秘密 那个璀璨夺目的盛世王朝 那个多元文化交融开放包容的时代 还有多少未知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齐东方教授 打开他的考古手记 一起走进何家村仪宝 走进那个花舞青春的盛世王朝 百下讲坛 特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考古手记第九集 香囊玉璧 如果我们说 一百来年 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都有哪些 一定会提到何家村医保 如果说我们要通过文物 来看大唐盛世 也一定会提到何家村医保 那么何家村医保呢 是一批非常珍贵的文物 内容非常丰富 既有皇家生活的那种品位 甚至还有异国的情调 整个这些器物的创作 能够感受到唐人的那种创作的激情 应该说我和这批文物 接触的渊源很深 认识这批文物 是一个偶然 也是我的幸运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 我就上了大学 学的是考古专业 因为当时呢 四年毕业以后呢 要写一个毕业论文 我就无打无中的就选择了 研究唐代金银器 当时研究唐代金银器 最重要的一批文物 那就是何家村医保 当时我并不太了解 论文写完以后 当然啊没有问题 但是呢 我一个最深的感受 就是说认识何家村医保啊 我当时的知识结构远远不够 当时我的收获并不是说 觉得这篇论文啊 写得很成功 甚至有人说写得很好 但是我更深的体会啊 就是我还没有能力 能研究这批东西 所以以后呢 我又上了研究生 又开始教书 但是对这批医保 我始终没有忘 我们可以用李清照的词来形容啊 此情无忌可消除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就一直关注着这批医保 那么这批医保是怎么发现的 那么这件事情呢 要回到1970年 当时啊 在陕西南郊 那是一片菜地 人们在这里盖房子 盖房子的时候啊 在打地基 就发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陶瓮 大家一看啊 陶瓮里面装了很多 成锣的那种银器啊 和金器啊 当时大家非常吃惊 然后呢 就把这件事情的上报给文物部门 文物部门马上就派人来看 当时文物部门的人也非常吃惊 甚至有些茫然 因为很多东西 过去从来没有见过 尽管这些都是从事考古工作 很多年的人 是吧 唐代的文物也见到很多 但是像何家村医保这样的发现呢 还是第一次 是吧 很多从来都不认识 初步判断 这个是唐代的文物 当时呢 考古人员就在附近呢 进行了转探 转探呢 又发现了一个大罐 离得很近 又发现了一个大罐 那么在发现这个大罐的时候啊 是用这个 有一种考古工具叫洛阳铲 在打的时候 正好打在了器物的肩部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那个大罐呢 这个肩部会有一个洞 还好 里边的文物没有破坏 最后呢 把这些文物取出来之后 进行这个清点 发现了一共有一千多千 那么这些器物都有哪些呢 有金器 有银器 有玉器 有玛瑙 有水晶 还有各种钱币 还有一些什么银挺 银碗 药材 总共呢 一千多件 所以这个毫无疑问 是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 女性的着装与服饰 往往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风貌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女性通过衣装 饰品 妆容 发型 来展现自己独特的美 也展现着一个时代 独具特色的风采 我们通过文字记载 与绘画作品 对唐朝这一时期 女性的着装打扮 有了一定的了解 看着那些鲜艳华丽的衣装 独具特色的妆容 我们不禁感叹 唐朝人的开放包容 与自由浪漫 同时也对那个繁花似锦的 太平盛世心持神亡 如今 何家村所出土的宝物 让我们得以近距离 感受那个盛世的风采 仪宝中出土了一些 女性的饰品及器物 这些宝物造型独特 制造工艺精湛 大部分为唐代宫廷 及贵族女性所用 这些器物究竟有何独特之处 唐朝时期的女性 是如何用她们来打扮自己的 她们又体现了怎样的圣唐之美呢 何家村医保当中 精彩的器物非常多 那么这些器物当中呢 反映了唐代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 其中有一部分 可以反映当时宫廷和贵族妇女的生活 比方说 在何家村医保当中 有一个叫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那么这件器物呢 非常有特色 我记得我刚上大学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这件器物 当时就把我惊呆了 我为什么感到惊讶呢 首先是它的造型 和它的制作技术 这个器物啊 它分两层机环 外层这个机环 和外壁相连 里边这个机环 里边有一个小香碗 就是说 把这个器物合上以后 不管怎么转动 它永远里边是平衡 这是它制作技术上的特点 另外一个呢 它的花纹 花纹非常精美 精美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 它是一个镂空制作的 这么一个外壁 最细的地方 是0.05厘米 非常精美 究竟是干什么的呢 我当时并不知道 但是后来 读了一些书 知道 原来啊 在1963年 有发掘出土的文物 当时是在陕西 有个叫沙布村的地方 出土以后呢 没有太多人 对它感到惊奇 也没有更多的人 对它关注 后来我 又发现 原来在外国的博物馆 也保存着这种食物 那么这种食物呢 是传世的 当然也是中国的 古代的文物 不管是哪里头 哪里收藏的 还是中国出土的 还有河家村发现的这一件 当时的报道 都把它叫做熏炉 或者叫香球 那么对这件 器物的 定名的转机 是在1987年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1987年 中国在陕西 福峰县 法门寺 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这个发现呢 是发现了一个 唐代的地宫 地宫里面 出土了很多 非常精美的文物 在这些文物当中 又出了这么两件 和河家村一样的 当时叫做熏球的 这种器物 可是法门寺 这个发现非常重要 它的重要在哪呢 所有在地宫里 出现的这些器物 在放到地宫时候 都做了一个杖 而把这个杖呢 又磕到了一个杯上 这个杯呢 我们叫做物杖杯 也就是说 地宫里出土的一些食物 和法门寺 这个物杖杯 是完全可以对得上的 那么在这个杯上 就提到有香囊二枚 正好出了两个 以往叫做熏球的 这种东西 于是我们知道了 原来唐朝人 是把这种熏球啊 叫做香囊 香囊这个词啊 比较好理解 过去在诗文当中 也有 就是我们一般认为啊 叫做香包的东西 那么这种东西呢 过去在唐代的 石刻画像当中 都可以见到 是记载一些女性腰间的 这么一个这个物件 这里边装着香 那么在图像当中 可以看得到 这些香包 都是纺织品来制作的 但是既然法门寺 物账碑上明确地指出 这种器物叫香囊 这样呢 就使我们对 以往读过的一些文献啊 产生了一种 重新的理解 就是激活了我们对 历史文献的一些记忆 比方说 白吉毅曾经写过一首诗 他这诗里边啊 就提到了叫 暖手小香囊 小香囊 如果是纺织品制作的 它怎么能暖手呢 所以说明呢 这个香囊啊 有的是有温度的 那么这个温度呢 应该就是用金属制造的 这种我们过去叫 熏球的东西 还有孔雀东南飞 这是大家熟悉的一篇文章 那么在这篇文章里头 也提到 说红楼覆斗杖 四角垂香囊 也就是说 这个香囊啊 是有重量的 如果理解为 用织物来制作的 这不太像 应该是金属的 另外呢 在王健的诗 也提到 说香囊里边是有火的 他的诗里边是这样说的 香囊活死香气少 那就是说 这个香囊里面 是可以燃火的 还有呢 就是 袁真也写过一首诗 这个诗里头 明确地指出 这个香囊呢 是可以旋转的 而且里边是平衡的 里边还可以燃火 最重要的是 唐代有一部词书 这个词书叫 一切精英意 那么这个词书呢 主要是解释 佛经里边 比较难懂的词汇 那么这个词汇里边 特别解释了 什么叫香囊 那么这个香囊 它怎么解释的呢 说是啊 什么叫香囊呢 是烧香的元气 以铜铁金银 玲珑原作 内有香囊 机关巧制 虽万纵横原转 而内长平 能使不清 和我们发现的这个香囊 完全是一致的 就是说 它里边有 很巧妙的机关 里边可以烧上火 你不管怎么转 它永远是平衡的 那么除了这句话之外 最后它特别加了一句 是什么人使用的呢 它说是 非后贵人之所用言 好了 我们知道呢 确实在唐代 有一种金属制作的东西 它就叫香囊 和私制品 制作的香囊 应该是同样的东西 但是呢 它的功能不一样 而且特别指出了 它使用的人群 是非后贵人之所用言 香囊 不光是在唐代有 如果按照文献的记载 汉代就有 唐代以后 在元代 也有关于香囊的记载 所以可见的香囊 这个东西啊 是中国古代 一个特殊的用物 那么这种用物呢 主要是上层的 皇室的 或者是贵族的 妇女使用的 目前我们发现的这种香囊 它的直径啊 都在五厘米左右 所以非常小 便于鞋带 然后呢 里边点上香 可以藏在衣服里边 随着人的走动啊 它的香气 可以飘逸出来 所以过去我们经常听说 说是有的人 它的玉体飘香 实际上 它的身上啊 藏着一种香囊 人们看不到 所以它的香气呢 随着人的走动 不断地飘出来 主要是这种香囊的用途 我们不仅通过香囊啊 了解了一个古代的器物 还了解了 它的使用的人群 更了解了 当时社会时尚的一种方式 那么 飞后贵人之所用也 就使我们想起了 古代一个著名的人物 那就是杨贵妃 因为历代在 歌詠杨贵妃的诗里头啊 有很多都提到 杨贵妃使的香囊 比如说 至今游四愿香囊 怀得香囊 做杯梗等等 后来这些诗文 人们经常去理解为 那种纺织品制作的 那么为什么大家在讲到 杨贵妃的时候 经常提到香囊呢 是因为它这个典故啊 出在唐代的证实里面 就在旧堂书里面 旧堂书里面讲了这样一件事情 大家知道啊 唐史上有个著名的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发生以后 皇帝唐玄宗 带着杨贵妃这些人 逃出了长安 最后到马维坡这个地方 当时的随从他的这些军队啊 要造反 他们认为呢 国家出现这样的大乱子 很重要的原因 杨贵妃有一个表哥 叫杨国宗 当时是宰相 所以国家出这么大的乱子 那就是因为杨国宗 也包括杨贵妃 所以呢 唐宗宗没有办法 只好让杨贵妃上吊自杀了 这是一件事情 那么后来安史之乱平定以后 唐宗宗回到了长安 回到了长安 他又开始思念起这个杨贵妃了 怎么办 他就派他手下的人 偷偷地到了马维坡 到了马维坡以后 把杨贵妃的墓打开 看得一下里面的情况 那么回来的人呢 就向唐宗宗报告 说是啊 杨贵妃的墓已经打开了 说他的尸体刚埋的时候 是用一些丝绸把它包裹起来了 那么现在看呢 说姬腐已朽 而香囊有存 就是说尸体已经腐烂了 但是呢 这个香囊还在 唐宗宗听了之后呢 很悲伤 这是当时证实里边 明确记载的这么一个事件 所以后代歌颂杨贵妃的诗 都是根据这个记载而来的 那么我们通过前面的考证 也知道了这个香囊 是用金属制造的 所以呢 杨贵妃墓里边出的这个香囊 应该就是金属制造的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啊 我们现在在考古发现当中啊 在陕西这个地区发现的唐木啊 无计其数 极少发现有丝织品 因为丝织品 在关中这个地区的气候环境下 不久都会腐烂的 那么杨贵妃这个墓里边 如果他用的这个香囊 是纺织品制作的 加上尸体都腐烂了 所以是很难保存下来的 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 杨贵妃当时用的香囊 就是和何家村发现的这个 葡萄花鸟纹 银香囊 应该是一类的东西 我们不能说 何家村发现的这个香囊 就是杨贵妃的 但是可以说 杨贵妃用的香囊 就是和这个香囊 应该是一样的东西 每一个时代 女性的着装与饰品 都能体现一个时代的特色 唐朝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 万邦来朝 让多元文化在这里开花结果 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 也为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提供了优渥的土壤 这一时期 女性的穿着打扮 也趋向于鲜明与华丽 彰显个性 自由奔发 现代女性 往往愿意花很多心思 去打造自己的发型 古代女性亦是如此 更不用说圣唐时期的 宫廷及贵族女性了 为了彰显个性 展现风姿 她们在发型的打造上 可以说是大费周章 那么 从何家村仪宝中 我们能够看到唐代宫廷女性 怎样华丽而复杂的发饰 她们的做工 又有着怎样的精妙之处呢 何家村 关于女性的一些用品 还有一些 其中 比如说有一件金的书背 这件机器 我做得也非常非常精美 它的尺寸非常小 长只有6.9厘米 高有1.5厘米 非常小小 非常的精致 当然也十分美丽 这件金书背 把金银器制作得精细难巧 充分地发挥出来了 当然为什么要把一个书背 做得这么精致呢 我们大家知道 古代有一句名言 叫世为知己者死 女为悦己者容 其实啊 女子不光是 要在喜欢自己的人面前 来打扮自己 平时也喜欢打扮自己 就是爱美式人的一种偏性 所以呢 就说一道 常常人是怎么梳妆打扮的 梳妆打扮的重点 当然是头部 那么在古代呢 还有一个头发 我们现代人多数都说 披肩法啊 或者是短发 但是古代这种长发呢 需要把它盘成各种各样的样式 盘出各种各样的样式呢 就需要有一些物件把它固定起来 比如说 沾 拆 这些东西 那么把头发固定起来 才能够把它的发型展示出来 那么固定这法式的这些手势 既有它的功能 也有它的装饰性 常常有个特殊的现象 那么这个特殊现象是什么呢 除了 沾 拆 这些之外 还有一个 要插梳子 这个梳子啊 和我们平时所说的 那个梳头的梳子 有点差别 主要呢 是要把它插到头发上 这样呢 展示自己的美 既然要把梳子插到头上 露出的一个部分 就是猪背这一部分 就一定做的非常华丽精美 我们现在考古发现了很多 唐代的这种梳子 那么这种梳子呢 由于尺的部分是其他材质的 很多都烂了 但书背的地方保存下来了 有金的 有银的 有铜的 有铜流金的 还有水晶的 还有玻璃的 各种各样高贵的材质 都用来做这种梳子 而这种梳子都很小 梳头显然不是它的主要目的 甚至根本就不是用来梳头的 就是用来插头的 所以在唐代的诗文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关于插书的记载 比方说 独靶象牙 书插壁 昆仑山上 月出鸣 像这类的诗 就是指着女性 她的头上的一种装饰当中 插着梳子 在这个传世的绘画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很多女性 头上除了粘拆 这类的手势之外 还插着梳子 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诗 王健写了一首公词 这个公词里边 就讲当时宫廷的一些生活 他怎么写的呢 是这样 他说 有宫女觐见了皇帝 回来以后 五处春风吹落地 归来别斥一头书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宫中这个女性 见到了皇帝之后 回来之后 得到皇帝赤得满脑的书子 现在听起来 可能很可笑 在当时 得到皇帝的接见 又得到皇帝赏赤的物品 那么这种物品 不是别的 是书子 所以可见的书子 对于宫廷的女性 对于贵族的女性 有多么重要 可家尊 这个仪宝当中 还有两件非常引人注意的东西 就是玉碧环 玉碧环为什么重要呢 过去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 特别是这些玉碧环 不光用了玉 还用了金 一起制作的 大家知道 在古代 玉和金 是所有物质当中 最珍贵的两种 那么作为 手腕子上的装饰 在中国出现很早 在新十七时代 就发现在发掘的墓葬当中 就有这个人戴着这种 手镯的这种现象 那么一直延续到后来 甚至一直延续到现在 不过在唐代 不是叫镯子 唐代没有镯子这个词 唐代把它叫什么呢 壁环 这也是通过何家村的发现 我们知道的 因为这个壁环呢 是放在一个银罐里面 这个银罐里面放的东西 在银罐的盖上 都有末书提记 就是记载了 这个罐里面 都放了哪些东西 他就提到 一共有这个壁环 四雷 这个玉壁环呢 是四枚 一共是两副 不太一样 其中有一副呢 它是分成三节 这三节呢 其中有两节是死扣 还有一节呢 是活扣 这些扣呢 是用硫金的铜 把它固定的 然后上边呢 还有各种各样的花纹 这个花纹里边 还镶嵌着各类的宝石 这在当时来说 是最精美的这个物件 另一件呢 是金和玉 也是一样 其中活动的一个地方 有荷叶 然后呢 插上一个小金栓 可以把它打开 自由地开合 带起来很方便 那么像这种东西啊 金玉结合的这种器物 在当时毫无疑问 是最珍贵的 什么人能带 那只能是宫廷 或者是高级贵族家里的女性 才可以带 而这种玉壁环 大家看啊 戴上去未必是很舒服 那么为什么还要把它 做得这么精美呢 应该是比较重大的礼仪场合 才能够佩戴 提起这个壁环呢 我们又想起了杨贵妃 当时啊 杨贵妃毫无疑问 她也要带这种壁环 那么后来呢 有文献记载 就讲到这样的故事 说唐代宫廷里面 有个女子叫谢阿满 她就跳舞的记忆非常高 杨贵妃对她极为的赞许 把自己手臂上的这种壁环 就送给了她 何家村仪宝中 还有一件宝物 与唐朝宫廷及贵族女性 有着密切的联系 它便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刘金英武文提梁银贯 这件宝物造型精美 极尽华丽 尽显大唐盛世的风韵 它外形浑圆 花纹饱满 给人以富贵喜庆的感觉 而且这件器物圆润的造型 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唐代以胖为美的审美观念 说到以胖为美 我们就不禁联想到了著名的胖美人杨贵妃 宝物周身装饰有华丽的鹦鹉纹 而除了这件宝物 我们在很多唐朝出土文物 与唐代诗文中 也经常能发现鹦鹉的身影 唐朝人为何对鹦鹉情有独钟 这件宝物与杨贵妃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请继续收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考古首纪第九集 香囊玉璧 和唐代宫廷妇女生活 能够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件器物 这件器物呢 应该说是唐代最精美的器物之一 它的名字呢被叫做鹦鹉纹提梁银湖 这件器物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很多人可能都见过这件器物 至少呢见过这件器物的图片 那么这件器物啊 也能让人想起杨贵妃 为什么呢 这里边有鹦鹉纹 如果用造型饱满 富丽堂皇 来形容这件器物 我想是非常恰如其分的 器物上的文样啊 虽然很复杂 但是最重要最醒目的 是里边有鹦鹉纹 为什么会出现鹦鹉纹呢 其实这应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啊 鹦鹉作为一种琴鸟 它的出现应该不是在唐代 很早就会有 而我们从文献记载上看 至少在汉代 人们就把这个鹦鹉啊 作为一种宠物来饲养 是吧 可是呢 很奇怪的是 在我们发现中国古代的文物当中 以前几乎没有见过鹦鹉纹 可是为什么到唐代啊 突然就出现了很多 特别是呢 在最精美的器物上 也出现了鹦鹉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我们把唐人记录的 有关鹦鹉的记彩 把它归纳起来 发现呢 有这么三个特点 第一个呢 是说这种鹦鹉啊 非常乖巧 能够学人说话 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它来自于龙山 第三个呢 是来自于外国 就是说 人们对鹦鹉的记载啊 我们归纳起来 大概可以分成这么三类 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 唐代鹦鹉 在人们心目当中 是什么样的地位 人们对鹦鹉 是怎么样的想法 这个呢 也十分清楚 比方说 鹦鹉是智慧的代表 它不光能学舌 它还带有一种吉祥的意味 能够寄托情怀 于是呢 在诗歌当中 就有很多这样的描述 比方说 年年年所在金龙里 何似龙山 闲处飞 这些诗都是在讲 鹦鹉能寄托人的情怀 那么所有对鹦鹦鹉描写的这些诗句当中啊 最重要的可能是鹦鹉学舌 这么一个内容 那么把鹦鹉学舌呢 还分为三个层次来描写 第一个层次是 鹦鹉能学人说话 能学得非常清楚 这是第一个层次 那么第二个呢 言语巧偷鹦鹉舌 文章分得凤凰毛 什么意思 就是说呀 写文章写得要好啊 要像鹦鹉一样 就是比喻作文精彩 像鹦鹉一样 这是第二个层次 第三个层次就把它人格化了 比如古代有这样一首诗 韩情欲说宫中事 鹦鹉前头不敢言 是说宫女啊 她自己有一些心事 但是不敢说出来 如果说出来 怕鹦鹉听了之后啊 鹦鹉把她这个话传出来 这就把鹦鹉啊 更加人格化了 那么既然有这样的背景 鹦鹉在人们心目当中 是这样的一种 宠物 那么当然 人们就会 极尽全力地去表现的 所以唐代出现鹦鹉文 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我们刚才说到 说是我们看到 这个器物上的文样啊 又想起了杨贵妃 为什么想起了杨贵妃呢 因为在唐代 有一个著名的一个记载 这个记载就说什么呢 说是当时宫廷里的 杨贵妃养了一只鹦鹉 这个鹦鹉啊 浑身雪白 所以叫雪衣娘 这个雪衣娘非常聪明 她不光能背很多诗词 还能够背诵经文 另外呢 当皇帝啊 和皇子们一起下棋的时候 皇帝要输了 这个鹦鹉啊 会上去把这个棋盘搅乱 或者是用嘴去叼啊 这个皇帝的对手啊 下棋的对手的手 不让皇帝输棋啊 这个难堪 这个雪衣娘的故事啊 流传应该是很广的 当时呢 著名的画家周坊 他就曾经专门画过 这种图 周坊画的画的名字 叫《非子教英武图》 可惜啊 这幅画没有流传下来 在文献记载 这幅画对后来有很大影响 可是后来呢 全国啊 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就是在发现的一个寮墓里头 我们看到了 这个《非子教英武图》的 这个图像 这个画面呢 一看就知道啊 是讲的雪衣娘的故事啊 这个英武呢 画成是白颜色 而且这边呢 是杨贵妃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前边呢还有经书 就把雪衣娘这个故事 完全表现出来了 那么整个这个《非子教英武》啊 在艺术构思上也非常巧妙 因为鹦鹉经常在笼子里边饲养 那么这件《非子教英武》呢 本身就像一个笼子 四面的花草啊 虽然很热闹 但是呢 这个鹦鹉在里边啊 好像要挣脱这个笼子 飞出去一样 所以使画面呢 变得非常生动 就好比唐朝人渴望自由一样 通过这个鹦鹉的形象 给传递出来了 当然在何家村仪宝当中 很多东西啊 都非常珍贵 以上这些器物 是反映了当时宫廷和贵族女性 她们生活的一些物件 那么何家村仪宝当中 还有哪些器物 这些器物 是不是和皇帝的生活有关呢 是不是还有一些外国的呢 那么何家村仪宝 她的主人到底是谁呢 我们下一次再讲 ABk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